从小就知道黄灿灿的金子 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多数金属都是银色 金子偏偏就是金色 这个问题可远比一般人想象的不大金身多了 首先,所谓金色就是黄色带有强烈的反光 即所谓金属光泽 与表面平滑带来的光泽不同 金属只要没有延成极细的粉末 即便表面粗糙也能熠熠生辉 这是它们独特的材料属性 与它们良好的导电性关系密切 我们在中学时代就知道 金属容易失去最外层的电子 在金属晶体内部形成一个自由电子的汪洋大海 这给金属带来了良好的导电性 同时,这些自由电子也形成了一个等离子体 可以与电磁波相互作用 光是电磁波 当它撞上金属的表面 就会在电子汪洋中掀起涟漪 消耗很多能量 光又是粒子 不能合并或拆分 物质必须一个一个地吸收它们 出于这些量子力学机制 只有那些能量非常高的光才能被金属吸收 可见光能量太低 全被反射掉了 这让金属焕发出极强的白色光泽 或者说银色 但黄金的原子叙述颇高 这使得它们不但受这些量子机制的约束 还显著地体现出了相对论效应 我们用相对论量子化学研究它 简单地说 原子周围束缚着很多电子 它们按照能量高低分层排布 最外层的电子决定了原子的大部分物理化学性质 而金原子有六层电子 对内层的那个电子有极高的能量 可以理解为以65%的光速飞驰 狭义相对论带来的质量效应不可忽略 这个电子因此变得沉重 轨道半径缩小 使得最外层电子的轨道也跟着缩小 因此变得格外稳定 稳定的外层电子 给金带来了相当稳定的化学性质 在自然界中 它几乎是唯一一种总以单置形态出现 不需要冶炼就能获得的金属元素 这让它在所有古老文明中 都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 不仅如此 更小的轨道半径 使得金原子的外层电子更加容易跃迁 体现在宏观上 就是可以吸收能量更低的光子 比如可见光中的蓝紫光 由于颜色的互补原理 它们就展现出了鲜艳的橙黄色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们既然知道了金色的来源 就有机会改变它们的颜色 金子盐墨成粉通常还是金色 可以用作昂贵的颜料甚至化妆品 但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制备出纳米尺度的超细金粉 就会发现它们在水中 形成了深浅不同的红色胶体 如果进一步控制颗粒的形状 就能让它们变出 适成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 这是因为纳米级的金颗粒尺寸太小 其中的自由电子不足以形成汪洋 只能形成水洼 可见光在其表面掀起的 电磁波连椅会强烈的共振 影响可见光的吸收频率 就如同松紧不同的琴弦 能奏出丰富的乐音 形状不同的金颗粒 也发出了绚丽的色彩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